喂师父 你好 师父您好 弟子给您请安 感恩师父慈悲 今天弟子呢 分享同修一个梦境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护法神菩萨已经行动了 昨晚梦见官帝菩萨已经部署天兵天将 其中不乏大家熟悉的韦陀菩萨 二郎神菩萨 哪吒尊者 托塔里天王 四大天王等 官帝菩萨说 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 专门抓捕那些诽谤佛法僧的人 你记住了 我们护法护的是官司音菩萨的慈悲之心 谁要是敢在这片土地上 散播磨言磨语 传送他人会命 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夹锁 锁靠 刺青那么简单 他们会被投下地狱 而且要等到修心灵法门 最后一个人出道成佛 他们才能出地狱 你放心 打网灰灰 疏而不漏 到时候你就看我们如何收持这群 魔子魔孙 我和周参观平 以及你所现在看到的部将 都会来保卫你们的师父 保卫正法 现在我们开始行动 我们已经约好了 中魁包公 济公菩萨在下面搞一个三堂会审 他们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 我们先行一步 善男子和你的师兄们继续你们的人间护法吧 大刀关帝 菩萨宣 你记住了师父只能讲一句话 正的永远是正的 一个人只要正 一个就是像我们人间做 好人永远是好人 人家说你坏人 不一定你就是坏人 因为你是好人 对不对 不是被人家说的坏的 你是一个坏人 人家都说你是好人 你也不会被他说成 你也不会变成一个好人 因为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对不对 对师父 所以你只要看一个人好坏 看他的行为 一个法门的好坏 你看他的行为 现在我们的法门教你们的是什么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对不对 爱国爱民尊敬守法 对不对 然后叫大家不要吵架 在家里要相互尊敬 要和睦 要和蔼 要慈悲 要善良 叫大家念经 能够锻炼自己的心 能够变得更加的柔和 能够让自己超脱 苦难 这些让每个人都在改脾气 家庭好 社会也好 这个你说是好不好 是心里都知道 当然好了 心里都知道就好了 是 有些弟子真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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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师灭祖了 讲的严重一点 对不对 因为主 我们的主是什么 我们的主上 是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的主上 是我们的佛陀 传下来的佛法 我们在弘扬着佛法 对不对 他说师父不好 他又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学的法 佛法又不好 他不是叫七师灭祖啊 开玩笑 他这种人真的不要命了 真的 已经已经有 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有报应了 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我真的没有办法讲 所以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就是很可悲 很可叹 我觉得这个世界 要要 你要在末法时期 你要 你要想修行都这么难 你要想做好人都这么难 是 很难 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 那师父啊 人往往不会记得 对我们最爱的人 忘记感恩 但有时候呢 会对陌生人 对我们的帮助 而感动不已 就像一些退转 甚至诽谤的弟子 遇到一点造谣诽谤 马上当真 完全放弃过去 屠宰和师父的无私付出 救身体 救贵命 请问师父 人为什么有这种 看似反常 不合逻辑的劣真性啊 师父 你这个问题呢 讲得非常好 因为人的 人啊 他毕竟呢 是 还是属于高级动物 嗯 他属于高级动物 实际上呢 实际上人呢 只有脱离了人道 你才会变成菩萨 因为你把这个人呢 也是你想想看 人道下面是什么 畜生呀 畜生啊 你看人很容易做畜生事情 对不对啊 对 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境界提高 你就不要堕落成一个凡夫俗子 啊 就凡人 所以呢 为什么会把人家对他这么好 这么多年都忘了 这个人的确有这个劣根性 我跟你说 很多人离婚的 老婆对他好一辈子 但是就是因为老婆某某一件事情做错了 是 他就可以把老婆所有的事情全忘记 最后还跟他白白离婚 是 是 还欺负他 为什么 因为人你对他好 他本身在他的记忆波当中 就是脑电波的记忆 记忆 叫记忆库吧 我们说记忆库当中 他储存的 善的东西很容易飘掉 消掉 但是呢 饿的东西呢 他容易记住 因为饿的东西 他会带有一些强烈的刺激感 嗯 所以会在他的道脑 皮层当中 残存 而好的东西 他是比较文静的 比较啊 就是善良的 nice的东西 他是比较平稳的 所以平稳的东西 不容易记在心中 所以人家对你好 哎呀 感恩啊 好了 没了 就结束了 人家做错过一件事情 讲过你 讽刺你一句话 他可以记你一辈子 为什么 是 因为你刺激了他了 而善的东西 他不是刺激性的 你去看不好的东西 都有刺激性 喝酒 抽烟 玩女人 迎荡 还有 比方说有刺激性的赌博 嗯 你看看看 他不好的东西 是不是都有刺激性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就这么简单了 你试试看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看看 你就是吃辣的东西好了 他刺激你的肠胃啊 而且把你的肠胃弄了不好 你看看多少人离不开辣子的 是 我也是 现在你知道师父讲话 我打的比方你就明白了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师父啊 那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劣根心呢 用平等心 感恩心 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去除邪念 让正念长存呢 师父 很简单 天天学菩萨呀 天天要看书呀 天天脑子里要想着 菩萨怎么做的 菩萨怎么做的 对不对啊 嗯 你们 你们如果境界不够高 对不对 你们就看看师父好了 师父怎么做的 对不对啊 师父怎么对人家的 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能跟着师父 学佛 他一定有师父的道理的呀 啊 对不对啊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 不是空虚来风啊 人家是付出的 嗯 哪一个人的成功 不是靠付出的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去诽谤人家 你说这样 人家一个劳动模范 他他他可能吗 他不是这么拼命的做 比人家做 比正常的一个工人 不知道要做付出多少 他才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 但是劳动模范一做的时候 有多少人在诽谤他 在污蔑他 对不对啊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所以呢 你要记住 凡是学佛学的好的人 首先呢 我们不骂人 嗯 对不对 我们不诽谤人的 你看师父到现在 讲过哪一个法门 不好没有 从来没有 我们尊敬任何一个法门 对啊 所以你这就懂了嘛 你不要说我们的 就是有些 有一些不学佛的人 你看他就 他也可以把哪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法门 都可以骂的 对不对啊 是是是 你看看我们是法门当中 我们是学佛人 你看我们从来尊敬任何法门 你想想看 在马路上骂人的人是好人 还是不骂人的是好人了 不骂人的是好人 对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你自己标榜 你自己学佛 一边在骂人家 这个不像佛 那个不像佛 那你说你算不算佛 你算不算好人了 讲都不要讲了 一看就看出来了 你说我这个人了 最好 我好得不得了 这个嘴巴里在拼命的在骂人 你想想看 你算好人了 这个 连小孩子都懂的 骂人的不是好人 好了 现在我们心里把门不骂人 那出去的弟子在骂师父 你说这是好人不了 哎 这帮人都爱 对你师父 造孽 他叫造孽 真是真是 他这个阴忠下去 他过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没办法 对不对啊 对师父 那师父啊 那官帝菩萨说 我们已经约好了 中回包公 寄公菩萨 在下面搞一个三堂会审 他们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 我们先行一步 请问师父 三堂会审指的是什么呀 师父 三堂会审过去 过去呢 有一个京剧 京剧有个戏曲 有个古时候 有一个著作吧 叫叫三堂会审 三堂会审呢 当时呢 讲的是玉堂春 玉堂春呢 是这个 这个 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过去呢 是封城女子 她 她对一个 这个前来 跟她交友的 那个 不好的 那个 就是也是 官宦弟子吧 就是我们说 这些跑得来 吃喝玩乐了 跟那些女的感情 特别好 好了之后呢 把钱用完了呢 之后呢 就 这个 她离开了 破络了 但是呢 她毕竟呢 后来她又考上了 重状 重状元 不知道重什么 重什么 反正得了这个 得了这个名分吧 结果呢 她又回来找 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呢 就是经历了 很多的苦难 最后呢 还被人家冤枉 差点判死刑 然后呢 她一看 没想到 就这个 这个 这个女的 叫玉堂春了 改成玉堂春 其实这个女的 就是封城 被人家 卖在封城里面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三堂会上呢 是一 有一个 是她自己 她是等于 上清朝 就是派出来的 上差 就差 这个差人 那个大的一个官了 就清 清 清叫 清叫 我们说 就是 就是派到下面的 就好 来查问题的 就好 一下子脑子憋住了 就是还有呢 边上的是县官 两个县官 三个人 叫做堂 做堂嘛 就是大官做堂 就一个叫堂 那么三个人 坐在那里 省这个女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女的呢 一直为这个人的 守贞洁 明白吗 过去呢 有很多呢 很多封城的地方呢 是 这个卖孝不卖生的 啊 所以她就一直守 所以呢 碰到这个大官呢 叫钦差大臣啊 想起来 叫钦差大臣 他呢 也认出来了 那么连那个玉堂中也 也认出他来了 之后嘛 好了 接下来 这个老先生就晕了嘛 啊 后来好像还成全他们 也就是说了 这是三堂会城呢 这是人间的一个故事 但是下面这个三堂会城呢 并不是这个意思 说三个大老爷 做堂 三堂会城什么呢 大家会 就是比方说 人家会诊 医院里在会城 会省的话呢 就是省那些 啊 污蔑诽谤 啊 我们 我们 啊 正法的人 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爱国家的 啊 我们是爱人民的 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语言行为 对国家不好的 他如果在诽谤我们好的 他不就是坏的吗 是 所以嘛 就是要三堂会省 就是会省 省他们 就是这个意思 听得懂了吗 从这个当中 我还引出一个 就是刚才的典故给你听听 是师傅 感恩师傅 那师傅啊 就是是否退转和诽谤之人都需要受审 然后呢 判罪啊 全部都是的 全部都是的 这退转的人会好一点 退转的人呢 他可能根据他自己的业障还会在六道里面轮回 如果你诽谤的话 你已经是攻击和诬陷和断人会命了 那你这个业障中了 你这个业障一定下地狱的 哎呦 啊 很厉害的 嗯 他等到他下地狱了 他就苦了 我就 我就警告他们一句话 他们就知道 噩梦醒不来的时候 非常痛苦的时候 是 师傅 这就是在地狱里了 而且 他以后 他以后在苦苦的时候 他说我要醒过来 醒过来 醒不过来 马上他意识当中就知道他已经死了 哦 明白了 这个时候会痛苦的不得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傅 感恩师傅 那请问师傅 退转人的莲花是不是马上会掉下来啊 会 很快 一个月 一个月 哎呀 那请问师傅 一个诽谤的师兄 拉人退转 但没有成功 他拉人退转的行为有多少业障啊 他去 他有啊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啊 哦 就是说 你拉人 没拉到 你也是有百分之七十的业障 哦 举个简单例子 你要去偷东西 你去拉 说动一个人 说要一起去偷东西 人家最后没跟你去 我问你 你这个人的行为已经造构成了犯罪了吧 构成了 好了 好了 就明白了 嗯 那师傅 那最后没有被他影响 没有退转的师兄 是否有功德呀 有 有啊 说明你坚强啊 说明你坚韧不拔 说明你是正能量啊 你当然了 经过考验的人 当然就提升了 嗯 对不对啊 对 很多很多国家的那个那个那个 行政人员经得起考验 不就提升了吗 对不对啊 嗯 感恩师傅 啊 师傅啊 今天呢 弟子在当几个